好,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咱们这一集课给大家讲的是面积,上几个讲的是周长,也就是说这一集课属于几何专题里面的面积的巧算 当然它肯定不是那种,一上来给你一个正方形的面积,让你直接求,那肯定不是这样的,直接求就不叫巧求面积了 肯定是这些求不出来,咱们要通过一定的方法,方式,咱们巧算出来 来,咱们这一集课呢,跟咱们巧求周长这一集课是一样的课程结构 首先让大家知道,怎么叫巧求面积,基础的题去巩固这样一个知识 难一点提强化这个知识 最后让大家自己去举一番三,养成归纳总结的习惯 最后呢,要求大家自己会归纳总结 我们看一下啊,重重之重,就是让同学们养成一个自己会独立自主学习的能力 和一个取一反三的能力啊 这个在小学四五六年级的时候啊,一定要建立起来啊 低年级可能没有这样一个意识概念,到了高年级啊 咱这块一定要注意 好嘞,同学们,把思路打开,我们一起探索 那啥叫巧求面积啊 刚才其实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用特殊的数学思维去计算出 不能直接用公式算的复杂图形的面积 培养同学们的观察思维能力空间观念 让大家对数学慢慢就感兴趣了啊 好,那整个知识结构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这里都不是拖泥带水的,是吧 直接学摸给大家简化出来 如果让大家一看一大堆的文字 脑袋都读晕了,是吧 原理呢,我最后再说 我先说一下咱们巧求面积有哪些 看一下,第一个 平移法 第二个,割补法 第三个,旋转法 对称,特殊点 那几乎我都会给大家讲到啊 然后呢,这个原理啥意思啊 也就是说,有些割补法 比如说在割补法里面会用到差不变原理 差不变原理,在低年级的这个差倍 差,差倍问题里面应该大家都知道 两个数同时增加一样多 和减少一样多 不改变两数之差 有时候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注意 可以直接使用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A和B 那他俩之差是不是A减B啊 好,当A增加了C B也增加C 他俩增加一样多 那你说他俩之差改不改变 是不是还是A减B啊 对不对 所以增加一样多 减少一样多 跟年龄和年龄差 年龄差为啥不变 两个年龄增加一样多 两个年龄减少一样多 所以两个数增加一样多 减少一样多 不改变两数之差 这就叫差不变原理 也就是说 咱们用割补法的时候 割补法的时候 一般都会 都同时割掉一些 或者同时补上一些 不改变两数之差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讲到的 好 这个原理呢 还是要再说一说 毕竟每个同学基础不一样 那啥叫容赤原理啊 容赤原理的话 那咱们专门有个体会给大家讲 是吧 大家应该这块容赤原理 在第一年级的时候 应该也接触过 勾骨定理呢 如果说有奥数功底的 可以了解一下 但是也不一定非得 一定要求大家都会 勾骨定理啊 咱们这块做一个了解内容 就可以了 好 那咱们带着这些 你不用背 这东西都不用背 你有这样一个意识 主动去用 慢慢的就 自己就就会了啊 不需要背东西 来 把20分米长的线段啊 分成两段 要在每一段上 做一阵方形 哎 这是个20米长的线段 它分成了这一段和这一段 在这呢 做了个阵方形 在这呢 做了个阵方形 好 它说 以至两个阵方形的面积 相差40平方米 分米 求大阵方形的面积 是多少 那咋做呀 这个题 同学们 是不是感觉 有点无从下手 其实大家注意啊 它给了两个面积 相差40 你得用吧 现在这两面积啊 是不是分开的呀 这是分开的呀 那你咋办 你是不是得在图上表达出来 那它俩面积相差40 到底相差多少 多少是40啊 哎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 可不可以把什么呢 这个面积 把这个面积直接给它平移过来 来 给它平移过来 看一下 这个大面积 这个大的阵方形的面积 把这个小的阵方形的面积一减 减完之后是多少 可不可以这么看 哎 那我们就先平移一下 来 比如说 哎 平移过来 你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哎 平移到这来了 那 这个大阵方形 你看一下 这个大阵方形 减掉这个小的 减掉这个小的 你说等于谁啊 哎 是不是等于 这个 两个小部分 我给大家画一下 这一部分 是不是啊 哎 那是不是等于这一部分 再标一标 这一部分 和这一部分 那也就是说 这个阴影部分 转化成了 阴 影 部分 哎 阴影部分的面积啊 是四十的 这个肯定都能听懂 平方分泌 对不对 好 那阴影部分 也是个不规则的呀 那第一步 通过平移的方法 哎 得到了阴影部分的面积 那第二步呢 这个阴影部分的面积 不规则 你想到什么了 不规则 你是不是又要想到 平移啊 或者说 旋转呀 或者说 胳膊啊 等等方法 对不对 那我看一下 怎么能补一下 你看 红色的 这条线 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个边界呀 你看 这个位置啊 下面 是不是一个长方形 上面 也是个长方形 那你看看 我们可不可以把下面这个长方形 给它 平移加旋转到这来 给它补上 补到哪来 补到这来 可不可以呀 哎 那就跟咱们这个大 跟上面这个长的 长一点的这个长方形 是不是就 拼到一起了呀 那有同学又问了 李老师 为什么 A这个面积 就等于B这个面积呢 你看呀 B是个长方形 它的长是等于 长方形 小正方形的 边长 对不对 它的长是 小正方形的 边长 那你看 这个长方形的 长 的宽 的宽 是不是它 它是不是等于它 它又等于它的 所以呀 长和宽是一样的 那好 它的宽 它的宽 是不是它呀 它是不是等于 大正方形的长 减去小正方形的 哎 大正方形的边长 减小正方形的边长 就等于宽 那这个宽 是不是也等于 大正方形的长 哎 大正方形的边长 减去小正方形的边长 也就是说 我写这啊 AB 是 一样大的 长方形 因为刚才推到了 长和宽 一样 哎 这个大家应该都看懂了啊 如果说没看懂 再回过头 把这个视频 往后拖一拖 再听一遍 刚才我的分析 那也就是说 大家看 40是代表哪个面积啊 给大家用 这个颜色区分一下 40 是不是 这个面积啊 那也就是说 面积差就转化成 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A 加B 对不对 不是A加B啊 是 因为这个A是跟这个B是一样的啊 不是A加B 可恶啊 注意 是不是就变成了上面这个长方形蓝色的面积 是不是就意思是40啊 那这个40知道了 你看 这一段是20的 那这一段就是20 那用40除以20 是不是就得到了它的宽是2啊 那就得到了2 那同学们 2是谁啊 2 是不是它 也是它 这个2呢 是不是大正方形 你看 大正方形的边长 减去小正方形的边长 你看 这是不是小正方形的边长 小正方形的边长 那这个R代表的是 大正方形 边长 减去小正方形 边长 那这个两分米 A大正方形边长 减小正方形 边长 是两分米 这个20是啥呀 大正方形的边长 加小正方形的边长 同学们 在核差问题的公式 是不是可以用了呀 那 我给大家复习一下吧 两数差 把大家这块又忘了啊 加上 两数核 扩起来 A除以二 是等于大数的 小数 小数等于什么呀 小数等于 两数核 减两数差 除以二啊 这个是核差问题的公式 可以直接用 也就是说 知道两数核 知道两数差 可以起出大的和小的两数 你说大正方形的边长 和小正方形的边长 是不是两数啊 一个大一个小 那现在 那现在两数之差是二 两数之和是二十 那你说 大正方形 的边长 是不是出来了 等于两数和二十 加上两数差二 除以二 是不是等于十一 分明 大正方形的边长 就相当于是大数 大的数是谁 大的数是两数差 加两数和 除以二 哎 两数和是几 二十 大的边长 加小的边长 是不是两数和 是二十 两数差几 大正方形的边长 减小正方形的边长 两分明 所以用二十 加二除以二 等于十一 那大正方形的面积 十一乘十一 等于一百二十一 平方分明 所以一步到位 那咱们这道题 最重的答案 就是十一 平方分明 所以大家像这样的题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一 相当有难度了呀 对不对 同学们 难不难 非常难 这道题 如果出出来了 那一般的都是附加题 是吧 相当难 是吧 如果你学了方程的话 这道题用方程做 也能做 但是解那个方程 很多孩子不会记 我就没讲 没用方程讲 用一个胳膊 加上平移的思维 平移 胳膊 可以把这道题 轻松拿下 来 我们接着我来讲 图中 正方形 ABCD的边长是四厘米 长方形的面积球 是吧 正方形知道了 要求长方形 来 他意思是这个正方形给你了 A边长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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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求啥呀 求这个长方形 等一下啊 求这个长方形 F E D G 那这咋做呀 有的人说 这题缺条件呀 长方形的长 E D 和宽 GD 都不知道 这咋做 两个位置量都不知道 是不是缺条件呢 大家注意啊 这样的题不是缺条件啊 你一定要注意 用特殊的技巧 刚才说了 平移旋转 各补等等 至少这个GD 这一块 咱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下 因为它呢 在正方形里面 跟正方形有关系 那如果我们连接AG 那你想想 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是不是等于GD 乘以高啊 那A 比如说这是H 那也就是说 长方形 EF GD的面积 等于啥呀 是不是GD 乘以AH啊 GD乘以AH 又是啥呀 GD乘以AH 是不是三角形 A GD面积的两倍啊 是不是等于 二倍的S 三角形 AGD啊 二倍的三角形 AGD 那三角形 AGD的面积 能不能求出来 诶 那它的面积 等于啥 是不是等于AD 是不是4啊 再乘以一个高 来我们再做一个高 是不是可以这么求啊 它有两种方法求 可以用GD乘以AH 也可以用AD乘以G 比如说O吧 那是不是S三角形AGD 还可以算呢 等于AD乘以GO乘以二分之一 等于4乘4乘二分之一 等于8厘米 等于8平方厘米 诶 为啥GO啊 有的朋友可能搞不清楚 为啥GO是4 GO是啥呀 是不是等于CD呀 是不是正方形的边长呀 诶 那好 那这个面积都求了8了 把这个8带进去 那S 长方形 EFGD 就等于2乘以8 等于16平方厘米 那这道题 其实充分应用的是一个什么方法 也算一个割补法 对不对 就是个割补法 连接了AG 奇迹就出来了 把这个长方形 割成了一个三角形 把正方形 也割成了一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是两个部分 是长方形和正方形 公共的 哎 胳膊 因为它是公共 所以这道题啊 就轻松拿下 来 接着外奖 有一块菜地 长30米 宽20米 菜地中间留了一块 一米的路 球路的面积 听拿的时候 同学们 你说咋算呀 没法直接算 太乱了 这等于几 这等于几 都不知道 这是几 更不知道 四个位置量 你要算 你怎么算 没法算 所以这道题啊 你肯定要用特殊的技巧 那你想一想 这块菜地呢 面积是不是可以知道 30乘20 600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么来一个 可不可以这么来 确实啊 直接球不好球 但是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菜地的 这个菜 这两条路 我给它弄边上去 来 你们去一边去 你说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 省了很多条件出来 对不对 来 我们看一下啊 你来这 哎 然后呢 一眼 这是多少 比我一下 这个是一 这个是一 对不对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当时我重新画一下 哈哈 也就是说 你这俩太不像一了 好 来 这样啊 那这个就是一 是吧 好 整个是30 20的 该标还得标 这是30 这多少 20 好 那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两条菜 两条 这个可能就是留着去 采摘这些菜的路啊 哎 给它推两边去 你们去两边 你这样的话 条件就清晰了 现在只需要求出 这个问号的面积 对不对 那把这个问号的面积 求出来了 菜的 这个路的面积 就出来了呀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那这个问号 这个面积 咋求啊 嘿嘿 说出来了 你求长和宽好咯 这是长 这是多少 宽 长是多少 30-1 宽多少 20-1 因为这是1 整个是20 20-1到这 30 减1到这 那这个问号的面积 就等于 30-1 扩起来 乘以 20减1 说出来 咱们算一下 等于几 先列一列啊 好嘞 那我给大家算一下啊 29 39-19 等于几呢 99-81 29-18 26-29 是不是551啊 那咱就是551平方米 好 那你算的这个是啥呀 同学们 你算的这个是问号的 也就是说 空白部分 硬一部分面积 但球技硬一部分面积 那 鹿的面积 是不是要用总共的30乘20啊 那整块菜地的面积减去问号的面积 是不是等于49平方米啊 所以这道题充分运用的就是一个平移 平移法 这个方法用的是最多的啊 嗯 来 我们接着往下讲 球两个正方形的空白处面积之差 嘿嘿 这个体上 这个正方形的边长 五 这个正方形的边长三 球空白处面积之差 那如果我们把这些空白处的面积都标好 这是A 这是B 这是C 这道题的答案 它就是要求A-B 对吧 要求A-B 现在ABC都不知道 那你咋做呀 那重叠的部分我们知道的是C 刚才是不是给大家讲过了 有一个原理叫差不变 差不变原理 当A B都不知道 但是C他也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看A加C是谁 A加C 是不是等于大正方形 面积 这是A加C 那B加C呢 是不是小正方形 的面积 好 同学们 你说大正方形的面积 小正方形的面积 是不是都能求出来 现在他要A-B 那我用这个整体 减这个整体不就行了吗 那用A加C 扩起来 减去扩号 B加C 是不是就得到了 A-B呀 A-B就是我们要求的呀 那你说A加C是谁 大正方形的面积 是不是5乘5啊 小正方形的面积 B加C 是不是3乘3呀 那这一减 是不是等于 16呀 25-9呀 等于16 那最终的答案 就是16平方厘米 这道题其实 充分的运用的就是 差不变原理 你可以理解为 它是一个原理啊 那这道题用的方法 其实就是一个 割补法 割补法中的补 用这个C 把A补上 用这个C呢 把B补上 一补都变成两个正方形 两个正方形面积 减减就得到最终的难 这个题不难 那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有两种啊 自然放 放会儿 将正方形 放在等腰直角三角形中 注意 这个图啊 它是等腰的 并且是直角的 它俩都是一样的 等腰直角三角形 现在问题是啥 等腰直角三角形的面积 是36平方厘米 那同学们 那等腰直角形的面积 知道了 求两个正方形的面积 求两个正方形的面积 也就是说 它是这样 它这个正方形呢 它这么来 等一下 这个正方形它是这么放 它这样放 这样放进去 这个正方形呢 它这样放 这样放进去 它分别要求两个正方形的面积 你说这道题是不是又缺条件呀 没法直接算呀 没法直接算的话 我们看一看 不能直接算 我们就经常都用割补法 比如说你看这道题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割一下 那你想想 这个角是45度的 这个角45度 这个角也是45度吧 那说明 这也是个等腰直角三样形吧 那说明你看 如果这是A 那这边就是A 这个是A 你这是45度 你想想 这是不是也得是45 这也是45度吧 那我们看一看 你这是垂直的呀 你这是垂直的呀 对不对 那好 你这是A 那这也是A 那说明 这四个 比如这是S 这是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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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三角形的面积 是一模一样的吧 同学们 这个能不能发现 那你说这个正方形的面积 是不是三角形面积的一半啊 三角形的面积是36 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是两个S 那说明它就是36除以2 等于18 平方 所以啊 咱们这个 左边这个正方形 面积 就拿下了 那核心的思想就是一个 割补法 这个就相当于分割 这就不是补了 分割 那右边我们看看咋做呀 右边这个图 我们看看咋做 右边这个图啊 它涉及的形状太多 你看看 是不是啊 左边的图形状都是小三角形 这边有这种 有这种 还有这种 还有这个大的 形状太多 那自己多割两下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这么割 来你们看一下 先这样分一下 分完之后呢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对吧 那关键这还有个小的呢 还得分 那我们再这么割一下 对吧 都尽量割成最小的 哎 我们看一下 这样再割一下 这样再割一下 哎 同学们看看 那这个大三角形 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是不是一共有九个 S 是吧 如果它是S 它是S 它是S 那你说是不是就变成了 三十六 是等于九 乘以S S是等于四 平方 厘米 那你说正方形 是几个S 那正方形 面积 正方形的面积呢 是四个S 对不对 那就是不等于 A4 乘以4 是等于16 平方 厘米啊 所以这道题 最终的答案 一个呢 是18平方厘米 一个呢 是16平方厘米 这个是这道题的 正确的解法 也是最快的速度 咱们用一个分割的办法 分割法 就是割补法中的一种 分割法 好 那咱们整个咱们 还有一个 我以为都讲了 我看一下 最后再给大家总结 求下图中阴影部分面积的核 这道题的条件 是咱们 有个长方形 这个长方形的长和宽都知道 25和10 求阴影部分的面积 这多少不知道 这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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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法求 四个东西都不知道 你说 是不是缺条件呢 那不是缺条件 像这样的题 大家注意 你一定要先推倒 你就这样呗 你比如说 这一段 你就当A 这是B 这是C 这是D 那四个部分的 阴影部分面积的 总的核就等于 比如说这是S1 S2 S3 S4 等于S1 加S2 加S3 加S4 我们一个个来 等于几啊 S1是什么呢 是不是A乘以高 这高是多少 是不是10啊 再乘二分之一 S2呢 是不是B B再乘以高 这个高 是不是也是这个10啊 乘二分之一 S3是不是C啊 C乘以高 10乘二分之一 D 再乘高 你看这高啊 它们三角形的高 全是10 再乘二分之一 那你看看 10乘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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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乘法的结合率 是不是5乘以 括号A加B加C加D 那A加B加C加D 刚好是25吧 是不是长分形的长 那就等于5乘25 对不对 就等于125平方厘米 所以这道题最重要的答案 你可以看一下 125平方厘米 同学们 有没有发现一个结论 125平方厘米 是啥呀 是不是二分之一 乘以25乘以10啊 是不是长方形面积的一半啊 这个是阴影部分的面积 这个是长方形的面积 它刚好是长方形面积一半 那这个就属于一半模型 我们专门有课给大家讲 啥叫一半模型 你可以在长方形里面啊 你其实可以任意的 任意的弄无数个 无数个 注意 无数个像这样的三角形 但是前提是这个底啊 要接到一起 那它最终的一半模型的结论 就是什么呢 这些三角形 所有三角形的面积核 就是长方形面积一半 这个就叫一半模型啊 当然 这个是在五大模型初中的时候 还要用啊 五大模型中的一种 属于等级变化模型啊 咱们在等级变化模型的里面呢 再详细的讲 嗯 那针对这一道题呢 大家其实就是用一个 怎么说呢 这个也不是说胳膊 也不是说平移 也没有旋转 那这个题的方法 就是一个推倒法 你得会推 推倒 你不要怕 位置量太多了 位置量多呢 也没关系 那谁也不知道 它们是多少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它们一起是多少 所以加到一起之后 你会发现 它是可以用陈法的结合率 是吧 陈法结合率呢 结合到一块 就是二手 所以同学们 以后碰到像这种 比较特殊 看上去挺难 其实它不难 我们把它结合到一块 做出来 最后呢 给大家再总结一下 咱们整个做 巧求面积的题里面呢 用到的最多 就是平移 再就是胳膊 再就是旋转 对称法 是不是还没用到呀 对称法 确实用的少点啊 其实你能对称 跟平移有什么区别吗 你能对称过来 那就能平移过来 哎 其实对称就是平移中的 一种比较特殊的方法 那找特殊点法 找特殊点法 其实这几个呢 也涉及到 特殊点 其实你如果能找到 它往往也是能平移的 它都属于平移中的 一些特殊的 哎 好不好 那用到的原理 刚才是不是给大家讲过了 差不变原理 容赤原理呢 还没用到 后边还会讲一个 组合图形球面积里面 这个容赤原理就用出非常多 组合图形球面积 个股定理呢 做一个了解 好吧 这个不做一定的强求 个股定理的小学期 但现在都属于奥数了 当然有些版本的教材 也要求掌握 各位定理呢 暂时在这一块呢 我们教学面积里面 现在没讲 到六点级再讲 也不晚 六点级再讲 好 然后大家如果觉得 李老师的课 讲得还不错 是吧 然后大家记得 分享给更多 平凡家的孩子 让大家都能 少花悠望钱 少走悠望路 先学会 如何学数学 哎 找到自己的 方法 再去学习 去努力 那效果会大很多 努力固然重要 方法更重要 不能盲目的 傻傻的那种努力 那你有方法再努力啊 你一定会成为学霸 是吧 好嘞 那下集课呀 我们会给大家讲 立体几核 圆柱题 圆锥题 正方题 长方题 等等 好 那下集课呀 大家再见 好 好